虽然耗制灯还没有正式的运作 但见德国小校方和学生 期盼已久的耗制灯 终于在今年5月设置完成 以往没有耗制灯的时候 那个志工可能就是以身挡车 其实那个惊险的画面常常有所见 所以如果能够配合耗制 然后加那个志工这个部分 就配合耗制来做一个交通管制的话 其实是更安全的 受到疫情影响 耗制灯从5月开始先暂停运作 面对9月1号即将开学 四议员秦真邀请了交通处 见德国小校方当地理长共同会刊 延伤耗制灯未来运作方式 希望兼顾交通顺畅和学童的行车安全 因为我们这里刚出社 可能就是大家都不习惯 那之前好像有运作几天是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 那好像是一些黎民都有纷纷来反映 我们就说秒数真的太强了 现在目前是学生的行轮专面不像嘛 要是这个更像 它就是恶意识相 所以它是三叉路口 所以他们大概要等了90秒 对没错 因为我们周局就目前设定120秒 在经过校方还有地方的里长大家的一个会同啊 所以我们争取了三四号制的一个设置 希望说在上下班还有上下学的时间呢 我们以耗制来行驶 让它交通比较安全 所以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也停止在运作 那现在9月1号即将开学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开学之前呢 把这个耗制的时间点跟校方还有地方里长和他们来沟通 确实的一个设置的运作的时间点 希望我们地方的这些朋友们 人士们驾驶朋友们 知道这运作的时间点 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新的交通安全上 给予学生的安全 还有驾驶朋友 彼此之间的一个交通上的安全 大家心里有一个所谓的适应性 而原本上午7点到8点时段 车辆禁止左转的规定 但还是有很多驾驶人不遵守规定 让校方相当困扰 那边有他的安全考量在 可是大家并没有去遵守这些 所以实际的执行面上面是有问题的 就是警察在大达台 其实大家都没去遵守 以前就是还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那是中间有放三角锥 那就是上下雪时间 就是让车子不能左转 那现在有红绿灯了 那刚刚交通处他们一样 是说如果以动线来讲 是不要有左转 就是直接右转这样子 会比较通啦 原本我们这个路口有设置 早上7点到8点是禁止左转的 因为这个是三叉路口的耗资的问题 假设目前假设开放左转 有个所谓的行车的轿质点 所以说我们目前在7点到8点 还是以禁止左转为原则 希望说各位家子朋友要多注意 耗资灯将在这两天先行运作 未来将观察车流量 针对秒差进行调整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